二三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 有大连人终场面对山东泰山的比赛 后点一点儿菲莱尼的 有反击的机会 山东泰山 李源一左边 谢文能在跑 右路也有 看怎么给 谢文能 小伙子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中超手球 又是这个球直接形成了射门 不打无撞差点进了 这个球李源一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给好 想传出 不打无撞差点进了 这球肯定是替刺了 没传好 差一点儿 幸亏无眼的 反应还相对比较快 这刚刚开张两分钟 非常有意思的一幕 上一一房三 安东泰山找着菲莱尼 克雷桑顶到了 好球啊 这球无眼 奉献了精彩的扑救 注意力都放在了菲莱尼的身上 就让克雷桑抢到 我克雷桑顶得其实 还有点清楚 你看 这个节奏 竞比赛时间 这可能是需要 真的是无论是队员 还是裁判员 共同提升的 竞比赛时间多了 先开这个球 给的不错 菲莱尼给的不错 谢文诚 谢文诚 还在带 再回菲莱尼 菲莱尼 想打后脚 这球最好的 就是菲莱尼 给谢文诚做了一下 真好 谢文诚这球呢 如果能力强一些的话呢 能切进去 谢文诚的犯规 这球要给牌了 施日路 掏出了本场比赛的 第一张黄牌 给了谢文诚 王同能不能形成船钟 还是给脚下 谢文诚再回 黄正宇 好球 给谢文诚 这样的话 上半场比赛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好 那时候施日路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今天呢 大连人之前的比赛呢 让大家不太放心的 可能就大连人 比如打到比赛 后二十分钟经常丢球 是因为他们的体能 先看这个球 鲁元一 还有漂亮这球 陈普 这球 这球呢 打的难度呢 其实不小 五眼这球 直接空中给抓住了 看这球 还有 正正 我们看预期进球 这比赛就确实太沉闷了 大连只有0.07 上台山只有0.45 两边加起呢 这预期进球呢 才0.52 两边加起 半个进球 确实难怪这比赛打0比0 看这下 后田 投球抢到了 贾德松 没有顶上力量 偶然体育提供海外用户专线 无线畅游 腾讯 咪咕等视频网站 提供中国所有省市体育台 观看直播中超CBA赛事等等 20元每月可免费试用两天 高清不限流量 微信654733咨询